所谓四字侯无畏数 亲身夫妻不能一 万事守之 再为开 四字侯无畏数是比喻 比喻诸佛如来 主是大德 为我们讲经 为我们解释 好比四字侯无畏数 亲身夫妻 这个亲身是指 我们搜破事情 娑婆世界 有一千尊佛 在这个世界 事先成佛 这个话的意思 娑婆千佛 通通通都来了 都起来了 也不会改变 不能一句 不会改变 亲佛所说的话 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相同 没有改一个字 没有漏掉一句 所以万事守之 再为开 开是榜样 是模范 开模 我们都要相信 不相信那就可惜了 这个机会当面错过 下一次再碰到 不知道要到哪一山 哪一届 说明 机会 非常难遭遇 太难太难了 这是什么机会 出离六道轮回的机会 出离十法界的机会 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做佛的机会 还有什么机会 比这个更好 没有了 再也找不到了 密宗上司里面有不少 也修净土 方向目标 跟我们相同 都是极乐世界 去见阿弥陀佛 是方式 众生根性不同 方法是便于我们往生 太多太多了 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都见面了 无量借钱 我们的真相 到极乐世界 统统大悲 完全都明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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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